臺灣民眾援助烏克蘭的善款 累積已經超過了六億 另外還向民間募集到了四千項的物資 外交部宣布 第二波援助難民行動 將捐款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 折合臺幣超過了三點三億 協助安置逃往歐洲五國的烏克蘭難民 因為臺灣人很有愛心 烏克蘭需要幫忙 我們都會需要 志工忙著整理一箱箱物資 地下室已經被滿滿的紙箱塞滿 外交部校民間募集捐贈烏克蘭難民的物資 民眾是相當熱情 不帶貨車一輛接著一輛 不少民眾更親自帶著尿布 奶粉還有毛毯前來 希望能夠送暖 盡一份心力 看到新聞說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受傷 或是什麼 可能怕他們沒有尿布 也看到其他人有捐贈那個嬰兒車這樣 所以想說盡一份自己的心力 這樣 幫助他們的媽媽幫他們打氣 俄羅斯有一點太欺負人家了 這個不該發動戰爭 這樣子太恐怖了 所以我們就想說 他們那個濫民那麼可憐 就想說拿那個毛毯來捐 外交部統計截至目前已經收到 超過四千箱的愛心物資 有將近兩千人親自來捐贈 另外企業界也有不守動作 高雄製藥大廠也捐贈 抗生素還有維生素 共一頓的藥品 外交部開設的賬戶善款 也已經超過六億 外交部十五號也宣布第二波援助行動 將分別捐贈波蘭六百五十萬美元 斯洛法克 孫亞利捷克 各一百五十萬美元 立陶宛五十萬美元 加總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 援助安置在這歐洲五國的烏克蘭難民 另外也專案放寬烏克蘭及親屬來臺探親 目前收到十多件詢問 還在處理中 總共蔡英文也再度表達力挺烏克蘭的立場 蔡英文在國際猶太大屠殺紀念日上強調 如果無法記取過去的錯誤 必將重蹈覆徹 而目前烏克蘭正面臨威權侵略 我們必須要團結維護民主價值 記者 韓英朋友組 陳顯坤綜合報導